這個呢? 最怕是我的同伴 他不知為何刷了一張 2017年的台證 好吃到出鏡 好恐怖 我怕再有吃不到 可否在香港海賓店 真的 如果來台灣一定要吃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就在香港的機場 上個星期突然間不舒服 然後就發燒了兩天 原本以為是普通的流感 感冒 但最後發現原來是靜了 幸好我前兩天已經剩下 很淺色 今天就完全剩下一條線 所以現在終於可以出發去台灣 不過呢? 最怕是我的同伴 他不知為何刷了一張 2017年的台證 剛剛刷完了 我現在要再出發去Check in 我喜歡吃東西 原本去閘口的時間是9點8 然後我們打機是10點4 但現在已經10點1 不過幸好現在看到還有些人 和我們一樣 所以應該可以的 我現在已分辱 結果都很深入 整理 很多人都可以 看來 全部都可以 是 終於下了機了 頑白癡 我們是 因為本身 我的電腦 沒有選擇座位 導致的是 我又要和我的同伴 分開床 請按摩 我想說我是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打飛機是快到連一部電影都看不到 剛剛終於搞完入境了 我們等了一整個空間 所以剛剛搞完了 我們稍後要拿行李 之前或之後要去這邊的機場拿一張電話卡 而且一出去 右邊就會看到這個消費金的地方 因為我把電話卡在KLOOK買 我找了這個六號台 找了很久 走完整個離境大堂 現在去了第一晚的酒店 放下行李 再去一間圓圍覆了的cafe 在三重站出來很近我們的酒店 在這裡前面就是了 過條馬路 昨天明明看天氣 好像是說今天會下雨 但現在曬到 我覺得自己的皮膚就是串碌了 後面就是我們的酒店 我們現在搭摺棍去文權西路 再轉去市林 再轉巴士去 我們要去的目的地方 他只是說是在市林區 市林區的一間 在溪邊的 真的溪邊的 因為他寫明 因為我在預約4點至6點 他寫明 不是4點至6點這個時間 你隨時來都可以 就是一定要4點至6點 現在比較快 那時候又要1點 已遲到了 真好笑 剛剛完全被最近騙了 因為剛才我看見這個牌子 以為它是錯了地方 原來它是在右營 二樓區 會有戶外的空間 還有畫展 是附近的藝術家 或附近的景觀 都頗舒服 不過今天的衣服有點熱 很可愛 它的食物和飲料是有大幅的價錢 吃完之後 自己按隨心 覺得想給多少 放進這個盒子裡 很可愛 很少香膠的感覺 馬上有一個外國人進來看書 應該是糖漿 好像焦糖漿 它的糖漿很香 超好吃的 因為中間超級鬆軟 超級香 因為裡面有很多雲尼腩 但我吃起來覺得有點像燉太久的燉蛋 其實它的質感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不同的香 剛剛那個是焦糖香 焦糖加雲尼腩的味道 但是這個感覺上好像會飽吐一點 剛剛沒有了西州 我們現在去哪裡 我們現在去大同區 吃什麼近中山站 對 它逛街街 哇 它超多 超...我不知道這裡有多少部飛林機 還有多少部飛林機 不是出來的 好漂亮啊 超漂亮的 你在想 上 泡 拌不到了 還是不知道 但是它真的超漂亮 真的它連這些 都很古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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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離開了那間咖啡店之後 去了中餐區 逛街逛了都幾個小時 然後現在終於去到 在我的口袋名單裡面 一間YouTuber推介的 叫不叫邊爐呢 即是叫不叫火鍋 是叫澳門骨寶 但是它在台灣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好像是沒有分店 不是那些 不是連鎖 它現在滾了 超棒 好像Juicy 是真材實料的味道 嗯 清甜的 不是那些 調味料的味 專人切肉小隊 骨肉奔離組 其實它蘸了這些醬汁 加上它的邊位 即是拌了骨膠原的位置 其實都不算很粗 我剛剛撕的一部是有一點點粗 就是那些外外是老的位置 是比較硬的 哇 廣尖上晚舖 是這裡的招牌 我要準備吃骨碎 咦 但這個這麼小的 超小的 真的 骨頭很幼 咚咚咚 但我經常覺得吃到骨 即是碎骨 嗯 嗯 好吃到出鏡 聽聽聽 哇 好濃郁 哇 真的很恐怖 那個味道 是會上癮的 我覺得真的不會再吃得到 你有沒有 不能再選擇 加了 好好吃喔 對 對 對 好 好 好 Juicy 不是我在 我在享受 好好吃 你會不會不敢吃 不會 我超喜歡 我超喜歡 荒 我超喜歡 我第一次吃骨髓 神經病 我第一次吃骨髓 很像我沒吃過這個吃法之前 我平時都是 就這樣 這樣煮 它是不會有味 只是你會吃到骨髓的味 平時 不會有湯的精華 加上整個 現在是所有東西 都熬出來的 肉味 骨髓 骨髓 很恐怖 怕我再吃不到 可不可以在香港開分 但我沒想過是 好吃到這樣 所以我原本都很期待 我覺得 我本來不是特別喜歡吃火鍋的人 不是那些極好 但這個真的 如果來台灣一定要吃 我只顧著吃骨髓 有時要吃肉 要吃骨髓 我們現在終於才吃 叫了的菜 很甜 嗯 很棒 但我覺得 這些就是普通的 加骨髓 因為它本身有味 但這些是 你一定要喝的 而且要靠湯的味 所以很好吃 湯 它倒了第三次 不是 它只是倒了第三次 然後它滾了很久 更加濃 它已經是熱了 你感覺到 瘋子 它已經分開了 熬得太久 我覺得來台灣一定要來這間餐廳 因為呢 它最好是 它真的最好是 不用排隊了 我們剛剛吃飯的 七、八點的時間 如果是去那些什麼 無露鍋那些 一定有很多人 這裡不說 以為是 日本 日本 走過了 我們還說 哇 好像有日本的風情 有日本的vibe 然後發現 我真的很日本 因為全部都是 什麼Lounge 軟軟 什麼K.O.I.聯 那些名字 好像是 不是我們 應該去的地方 難怪這麼有日本味 好像聽到後面有一些日本男人 我發覺台灣很多人都很熱情 你走過他們就 你進一間餐廳 他們就可以跟你聊天 然後你走過 這裡也是 看一看 他也可以 賺下來 說幾句話 還要是不分年紀 不分性別 吃完那間 澳門骨煲之後 結帳的時候 原本看到有一個小朋友 男生 他媽媽帶著他去廁所 經過我們這張桌子的時候 我覺得他超可愛 因為他媽媽在我們離開的時候 感受到 然後就和我交換了IG 超級好笑 我們剛剛進了康市美買 買了幾個客貓市 他一直以為那間店是賣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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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他是叫康市美 超多東西賣 而且超好 這邊的店舖很多都賣得很厲害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多 他是賣 凌晨1點 超爽的 可以走很久 其實還可以繼續賣 不過他不算很大 雖然有二樓 但我已經走完了 所以現在準備搭車回去酒店 明天再見